雅庭的詩也不要講 在台灣詩潭講的話 現在還沒有人討厭他 他創作的詩 等於是為民族的母語 有極大的貢獻 而且他對於他所從事的文化工作 永遠充滿信心 他不僅是文化界的領袖 我覺得也是傳播界的標竿 一般之各 鐵吉利那邊是國民小學 再遠一點是居木城 隔壁是蘇阿姨的園子 種植蝸具和玉叔叔 雲雲現在是飄在曬著的衣服上 至於悲哀 或者正躲在靠近鐵道的什麼地方 總是這個樣子的 五月一至 耳安安靜靜接受這些 不許吵鬧 如果看過木樹的第一系列島嶼寫作 你就會發現每一個人 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重要的好朋友 叫雅閑 我們第一次碰到葉佳寧老師的時候 葉佳寧老師主動帶了一封 雅閑老師寫給他的信 所以我們只要訪談他們 我們都會問 你朋友我保留雅閑老師當年給你信 結果大家通通都有這樣子 幾乎每一個我們受訪的這些文學家 他們跟雅閑老師的關係 看得出他們受到雅閑老師 某種程度的一種激勵 你知道做一個編輯 那雅閑他讓每一位投稿的人 不管稿子登或者不登 心裡都很舒服 當然不登還是不太舒服 但是雅閑會寫很誠懇的信 編輯就是能夠讓這個時代的文學 建立出一種品味 那雅閑在1960年代到70年代 前期編幼詩文藝 幼詩文藝那時候是最好的雜誌 承接以前像現代文學 文學雜誌文學記刊 然後他後來到聯合副刊 那時候副刊的主編 比文建會主委還風光 而且在戒嚴時代 新聞版面沒什麼好看的 那海外的知識分子 如果要表達一點意見 就是在副刊上面 雅閑是一個趨於月 而困於禮的靈魂 但是呢 他其實有一顆灑落的 狂傲的那樣的一顆靈魂 威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墓西花之必要 你好 你好 長四季探的雅閑從第二季開始 就寫稿子 以後每次都有寫稿 他的最好的裹品呢 全部在發佩的探紙上面 雅閑的事 雅閑沒探紙他沒事都很好啊 他說四季那麼幾乎 幾乎我們都可以背啊 因為雅閑的事 有辦法講 在台灣生產講的話 現在還沒有人吵過他 那雅閑有很多 離亂的一些作品 也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 留下了很鮮明的一些痕跡 雅閑寫他的家鄉 其實替幾十萬軍民 跨海而來的人 等於抒發了他們 所抒發不出來的那一種感情 就是那種紅玉米掛著久久的 在屋檐底下 玄土麥麵的風吹著 你們永不懂得那樣的紅玉米 它掛在那姿態和它的顏色 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 芬爾哈倫也不懂得 由是現在我一老麥 在記憶的屋檐下 紅玉米掛著 1958年的風吹著 紅玉米掛著 那另外雅閑有一首很長的詩 《深淵》 它在那樣的一個戒嚴時代 它有講說什麼 向壞人致敬 你想一想 那個年代要致敬的是誰 所以不要以為雅璇是一個軍旅出生 一個詩人 她的腦子是有那一種叛逆性 她有前衛性 當草與草 從此地出發 去佔領遠遠的那個墳場 四人們從不東張西望 而主要的是 在那邊的露台上 一個男孩正在吃著桃子 五月一至 不管永恆在誰家的梁上做窩 他有一些語調像是告解 但是其實呢 又像是控訴 所以非常具有社會的批判力 雅璇就是用一首詩 用很精準的元素 把人生把世上的一些現象全都表達了 看一個詩人的成就 當然會講究質跟量 產量當然也能夠代表這個作家 這位詩人的豐富度 但是呢也不一定 杜甫留下來的詩一千多首 路由留下來的詩八千多首 我們會覺得八千多首壓過一千多首嗎 不會 雅璇在紅範出一本詩集 叫《雅璇詩集》 這個是已經四十多年了 那出版的初期 雅璇她說很慚愧 每年只削個幾百本 不到別人的一個零頭 但是這幾百本卻穩定地持續了四十多年 而且還稍微在增加成長當中 這個前行非常特殊 因為在出版業 書是在萎縮當中 所謂長銷書是非常難得的 雅璇詩集八十八首 余光中曾經評論說至少有十首詩可以傳世 大詩人跟大詩人欣欣相惜 余光中不會隨便讚美人的 他1966年開始就不寫詩了 原先在1966就是詩集出完之後 他其實他的筆更 比較專注於評論的研究和詩作 像我們自己做編輯的就是為人做架賞 很多人託他寫序 而且多是詩人 當然也有散文家小說家 孔芳幫他編這三本書 就是巨傘花絮 對於中國現代新詩的一個建造 然後台灣新詩的一個反省 然後怎麼傳承台灣現代詩 他其實都談到了 我做的研究的東西有不少 有周襄的文選我做的研究 代王書的詩卷我做的研究 劉伴隆文章和詩 我有專門的對他的研究 所以說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都是為別人做表彰 這個也很好 雅玄編中國新聞學大戲的時候 在那樣一個閉鎖的年代 他的文壇不是只有台灣 他是編什麼菲律賓的 越南的 馬來西亞的 美國的 歐洲的 他把整個華文文壇 那時候他唯一沒編的 就是因為那時候 他不能把中國大陸的編進來 在1981年那時候 那一本中國現代新詩研究 他把那時候兩岸對峙 新詩史料的斷裂 他想盡辦法天涯迅速 然後把新聞學運動的 原型代詩人十一個 就李金髮啦 戴旺書啊 劉伴隆這些 把他們的作品評論 全部聚集在這一本 我是一個著名的老編 我因為閱讀了有收穫 都是全輩們寫的東西 我大半都有記錄 自己不行了 我知道誰行 所以大家一般老先生看到我 都很高興下去 我那些東西 你應該把它研究出來 日據時期的作家 他把他們都找出來 楊葵啦 楊雲平啦 什麼水印平啦 請他們到長峰萬里樓吃飯 鼓勵他們 希望他們再拿起筆來寫 後來出了寶刀集 他想把契圖心很明顯 就是台北 作為一個華人世界的重鎮的契圖心 他把高昂的編輯視野拉高 然後用很寬闊的胸襟去捍外 所以他不僅關懷本土 就是在地關懷 他其實布局全世界的 所以讓聯合報復刊的影響力 擴及了東南亞、北美 所以對世界華文的讀者影響深遠 雅玄是天生的是一個編輯人才 自己又能夠寫作 又能夠做好文學的傳播 當然是文化的標竿人物嘛 他得獎已經太晚了啦 應該五十年前就要得獎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